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目前我们国家的各项体育项目都在全世界的前列 但现在中国的体育运动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很多运动员会选择加入其他国际运动员 来获得更多的机会参加比赛 天才运动员姚丽就是其中一个 修改外国国籍后她还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由于姚丽的成绩非常好 2007年她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 所以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与他们进行体育交流 和他们在一起的赵长宁正在和两个人进行私下协商 因为这次成功加入了哈萨克斯坦国籍 这个消息让整个体育界真的感到震惊 姚丽直接成了麦亚马内扎 她一直在哈萨克斯坦为自己的体育产业奋斗 而且她在当地的声誉也非常大 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很多荣誉 伦敦奥运会也获得了金牌 但在当时赢得伦敦奥运会之后采访时 她公开否认她与中国的所有关系 直言和中国没有一点关系 她本人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 但是对于姚丽的行为可以说争议非常大 很多人指责她 甚至她的母亲也为她的言行道歉 姚丽虽然是世界级运动员 但是因为她的个人行为 她没有改变她的家庭水平 如今的她的母亲也仍然生活在农村 然而变为外国人的姚丽在外国并不顺利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 几年后国际妇女联合会宣布在伦敦奥运会上 使用兴奋剂的人员名单 其中麦亚内玛扎就赫然在列 从之前的天之骄子变成现在的模样 姚丽的经历令人唏嘘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